天外飛來橫貨 有民眾開車行駛國道一號 前方突然一大塊的輪胎皮飛了過來 直接砸中擋風玻璃整片裂開 原來是前方轎車不是輾到輪胎皮 導致輪胎皮彈飛 另外在台南則是有車主 把愛車停在停車閣裡 結果被樹木的果實擊中 玻璃也過了大門 高速公路上只見前方有車要變換車道 沒想到後方駕駛卻遭殃 天外飛來一大塊掉落 霧閃避不及以免撞上擋風玻璃當場碎裂 整片玻璃碎成蜘蛛網撞 只好趕緊靠路邊 好端端行駛卻飛來橫貨 18號早上7點多 轎車駕駛行經國道一號 南向274公里 細看發現當時輪胎皮已經掉落車道 前方車輛疑似不慎碾壓 導致輪胎皮瞬間彈飛往後砸 追查該掉落胎皮車輛及另一部涉案車輛 並通知車主答案說明 試查證後已規定舉挖 另外在台南則有車主 把愛車停路邊玻璃卻碎一片 硬生生被砸出一個大洞好傻眼 上面有玻璃 亮亮的 現場發現這顆果實 疑似就是他惹的禍 民眾說當天要出門載女兒來牽車 卻發現停在停車格的愛車玻璃破裂 以為遭人砸車時候發現巨大果實 這才驚覺可能是被果實砸壞 民眾沒報警當花錢消災 只是橫貨降臨無奈又驚嚇 好在涼起今婚人都平安 記得台南綜合報導